哈喽大家好 我是安迪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关注我的频道免费福利说不停 呃我上次有出过一期节目 就是说 这个你的电脑可能闲置太久了 然后的话呢 之前设置的开机密码不记得了 现在想开机的话呢 打不开这个 因为忘了密码 然后打不开电脑 然后呢又不想重装系统 因为电脑里面可能会有一些重要的资料啊 那我之前出一期节目呢就是很多小伙伴 反应说有点复杂 好像有点搞不懂 啊没有关系 那我今天再补充一期节目 从头到尾把这个事情重新讲一下啊 详细的讲一下希望能帮到大家 OK话不多说我们进入正题 OK我们打开浏览器 在某种里面呢我们搜索一下啊这个啊 把U盘取动盘 制作 OK这边就有很多的一个方法啊 也有很多的系统 或者什么大白菜 什么老毛桃啊等等等等的啊 很多很多 OK我经常用的是哪一个呢是叫云镜啊 云镜 我们打开这个云镜的官网啊 云镜装机大师OK我们到他的官网 OK到官网以后呢 啊他是 这一个非常的OK啊因为他是UEFI 与BLS 方启动 啊方启动 所以非常OK我们下载一下这样一个 啊软件 OK我们下载一下 这个文件是9.5兆 下载完成啊我们打开文件夹 那就是这样一个云镜装机大师啊 啊我们给他 放一些打开一下啊 OK他什么系统环境检测完毕我们不管他啊 我们现在重要的不是一键装系统我们是要制作一个 对不对 OK 那你首先要准备一个大于4G以上的一个U盘啊我们把U盘插入电脑 OK我们插入U盘以后呢我们点这个制作启动盘啊制作启动盘 OK这个就是l盘就是我刚插进去的一个盘啊 那这个地方直接点一键制作启动U盘就行了 他会提示说本操作将会删除l盘上所有数据 且不可恢复 OK我们点确定 那以后来他这边让你选系统啊让你选系统 是要制作哪一个 对不对 那这个呢其实我们只做一个pv系统就可以了不用下载他的文件所以我们不用选这个东西啊 他下面有两个选项一个是跳过下载 仅制作启动U盘这边是下载系统并制作启动U盘 这一个呢就是不光制作启动U盘他还把那个 ls的一个镜像文件 这个几个G的镜像文件也会下载啊 那我们现在只制作这个pv启动盘我们就 跳过下载 仅制作启动盘我们点这一个 OK这里点允许访问 啊现在正在下载pv镜像 啊你完成百分之多少 我们稍等片刻 OK现在正在写入这个pv系统 那有的小伙伴说了啊哎我的电脑就忘记开机密码进不去了 那我到哪里哪个电脑上去做这个启动U盘呢 啊这个问题的话我相信你有办法啊 你可以找你的家人朋友的电脑或者公司的电脑都可以去做的啊这个都不是问题 OK这一边是说恭喜啊U盘设置成功我们点击确定一下啊 确定一下 OK制作完成以后呢大家看到这边有三个按钮啊其中这个查询键呢 查询就是 一键启动一键查询啊就是 一键U盘启动快捷键的一个查询也就是说 你把U盘插到电脑开机的时候呢 你这对应的是什么主板你就按什么这样一个快捷键啊他就会 让你做一个选择OK 那我这边呢是一个微信的主板啊 等下我会按F11 那你根据你自己的主板的选择就可以了 OK制作完成我们就关掉啊 关掉以后的话呢我们现在就来 试一下啊这个是怎么用的OK我们就点重新启动 重新启动的时候呢 就点这个F12啊 我们选择从U盘启动 OK到这边以后呢我们直接选这个 从USB启动啊 OK这边是正在加载刚才制作的一个PE文件 要进入PE系统 好的进入PE系统以后呢我们把这样一个关掉啊 因为我们只是修改密码 我们把这个关掉 关掉以后的话 我们点这样一个 开始 然后点所有程序 这边有一个密码管理看到没有 我们点一下 OK我们点这个 NTPW EDAT 密码破解工具 OK 我们点了以后呢 确认这个 文件没有错啊 11盘下面的 Windows 然后 System32下面 这个没错 我们就点打开 打开以后 打开以后这边有几个 从500到504 有几个用户名称啊 那我是 直接是管理员用户的啊 并不是来宾用户 我是管理员用户 所以我就直接选管理员用户啊 然后点修改密码 OK 这一边就是进行一个密码的重置啊 密码的重置 那随便你怎么选都行啊 大比方是1234 456啊 我们设123456 OK 设好以后我们点确认 确认完了以后 一定要点这个保存修改啊 点一下 OK 点完以后我们退出 退出以后的话我们重启 重启电脑啊 重启电脑的时候呢 重启电脑之前要把U盘拔掉啊 OK 现在是正常的啊 进入一个系统啊 正常进入系统啊 OK这边我们就输入刚才我们修改的密码啊 123456 OK 确定 OK这样就正常进入一个系统啊 正常进入一个系统 那么到此为止的话呢 我们这个 啊 忘记密码 然后 通过一系列的操作 把密码改掉 重新进入系统的工作 已经完成了啊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介绍在这里 假设我的视频对大家有帮助的话 请帮我点赞关注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给我们下期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